美国总统川普正式上任 英国首相梅伊这个礼拜五就会和川普碰面 成为川普上任后首位到访的国家元首 希望借此机会为英美特殊关系打好基础 而紧接着墨西哥总统在月底1月31号也会和川普碰面 双方也将探讨美国最新移民和国安政策 白宫的幕僚长称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认真的总统 不过川普本人却持续和媒体开战 说自己就职典礼当天明明有100多万人在广场聆听 却被说成是没什么人是媒体造假 川普上任后第一周形成满党 墨西哥和加拿大总理都等着和他见面 但川普却似乎心不在此 川普和幕僚把工作放一边 忙着和媒体打口水仗就因为美国媒体把他和2009年 欧巴马就职典礼做比较 右边是川普就职当天 人潮明显冷清 白宫发言人赶紧出来澄清 白宫称参与就职典礼人数创历来新高 但却遭CNN呛瞎 虽然根据川普引用的尼尔森统计 确实比上届多 但还比不上欧巴马首度就职的观看人数 而通常连任时收视率会下滑 周日反川普女性大游行登场 光华府就吸引百万人参加 已有总统推特的川普 却又上个人推特呛瞎 这些人为什么不出来投票 看来种种纷乱还不会随着川普上任而结束 记者黄新如陈戴琪综合报道